好 网友在脸书上面 PO出了这段画面 说花莲地区出现龙卷风 把大家都吓坏了 还说经过了有北普拉康乐 最后是在家山消失 还说在家民部落有多个天线感 都被强风给拦腰折断了 康瑞太强了吧 好 那么就有人就请示了 这个当地气象站的人员 来看看这个画面 到底是不是龙卷风 那么当地气象站的人员就说 因为这个画面 其实不太强 只有短短十几秒 那么目前就这个画面来看 因为云层的底端 并非是漏斗状 也没有旋转 只是平移 十几秒钟都没有变化 基本上它认为并不是龙卷风 那么有可能其实这个拍摄的地点 正好有一片比较低的云 来集结被强风吹着跑 因为龙卷风还是要冷热 温差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目前看来它认为 这并不是龙卷风 好 这位观众在台东地区 风是雨时都非常的强劲 现在在它脸上都是会碰的 你看到现在有叫车 它其实在它行程都要非常非常的慢 因为瞬间阵风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人都会站不稳 而你看到还有旁边的这个树叶啊 或者是铁门 甚至是悬挂的黑布 其实都一直在飘摇 好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好几块铁门呢 就直接飘过来 好 现在有叫车要行径了 你看它真的是要开得非常非常的慢 预计台东呢 东河地区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 就是超晚台风 它中心会登陆的位置 所以呢 在中午这个时间点呢 风力还有雨时呢 都将达到巅峰 现在可以说是这个风是雨时都非常的强劲 因为风是往我这边来吹 所以这个眼睛真的是没有办法张开 你看它还有包含在旁边 盆在全部都倒一滴 而且这个铁闭 我们看看它也好几块 真的要不是因为上班 我真的不想出门 台东地区再说一次今天 气象署的资料预计 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台风康瑞它就会登陆台东东河这个区域 所以呢 在它登陆之前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风雨都将达到巅峰 而在它登陆之后呢 一直到下午时间 这个风还有雨都还会再持续一阵子 一直要到今天大概半晚了 刚刚或者是到晚上以后 这个风雨才会稍微缺缓一点点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告诉大家 台风天真的就躲在家里 这个台风真的相当的强劲 躲在家里 躲好 抗热台风的威力相当惊人 而花莲首当其冲 多个地方发生了土石流 从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这里是台铁西阵线的重得段 您可以看到呢 大量的土石流从上方宣洁而下 流到了轨道上 造成这个轨道被泥流淹没 无法通行 昨天台铁在今天上午呢 东部干线以及南回线通通停驶 因此呢这个路段是已经遭到 预警性封闭了 所以土石流发生的当下 并没有列车通过 而由于康瑞的台风 康瑞台风的威力相当惊人 因此台铁目前12点过后 包含了西部干线全线停驶 以上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好 持续大家关心到的是 康瑞台风呢逐渐的逼近 当然现在此时此刻 在宜然这边我们感受到的是 蛮强劲的这个阵风还有雨势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双脚呢 已经是在整个淹水的这水面上 确实没错 因为现在我们在哪边 就在宜然原山乡的西周路 这里一整片汪洋一片 原本马路已经消失了 那水到底从哪来 我们往左边看 这现在左手边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护栏 护栏的左侧 其实就是一整个大排水沟 但是呢 现在整个水位已经上升到 完全漫过去 甚至呢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再往前走的话 在右手边有好几户的民宅 甚至都已经泡在水里头了 那当然呢 其实在先前凯米台风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曾淹过大水 当时呢相关人员就说 他们会准备沙包来做相关的防护 我们确实看到 有好几袋的沙包都堆在这边 但是这一次似乎还是没有起到作用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宜然今天从上午一直到现在 雨是非常非常的剧烈 也因此呢 现在似乎也有这个溪水暴涨的状况 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 在整个画面的右手边 也就是淹水的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啊 已经到了膝盖的位置了 再往前走 那个地势更低 甚至呢 我们在先前的盖那边的时候 曾经问过有民众说 他们淹到最高市道 整个胸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甚至有民宅呢 是已经快要一层楼高这样的一个学位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喔 今天来说的话 是整个风雨最强劲的时间点 提醒大家一定要乖乖待在家 做好上官的房台作业 好的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台北市文化大学的 这个商店街这边 那可以看到现场的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那同时风也是很大的 要怎么样做到风很大呢 其实刚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 旁边的这个铁皮屋顶啊 一度是被吹到不断的晃动 甚至发出很大的声音 因为可以看到我旁边这边 其实是这个一处这个商店的屋檐 他们水不断不断的流下来 甚至刚刚一度水柱也是相当的大的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杨明山这边的雨势 越接近中午了之后 雨当然越来越大 甚至呢稍早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统计 其实最大这个台北市的累积雨量最高的地方 已经是在这个晴天岗这边 那可以看到现场这边的人行到旁边 也已经出现小型的积水 甚至一路的往前方这边蔓延的积水 是越来越多的 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水有一点点积起来了 甚至这边也是非常的多的 一直大家都要注意了 今天台北市市区啊 都是全线来停班停课 不是只有台北市而已 是全台停班停课的 因此呢可能到稍晚的时候 台风逐渐的靠近 甚至登陆到台湾来的时候 大家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尽可能的避免不要出门 因为这个风势雨势越稳也是会越来越大 好不是在康瑞台风的慢慢接近呢 其实除了东台湾地区感受到风雨之外 目前在北部地区的风雨感受越明显 您看到呢就有四个韩国的观光客 刚刚果果这里呢 他们其实伞就瞬间开花了 其实呢根据对方气象署的观测呢 其实目前的台北市中心呢 就已经出现了六级的阵风 六级阵风是怎么回事呢 六级阵风其实就是树会摇晃啊 或者是伞会开花啊 或者是说这个电线会摇晃 这个就是六级阵风的程度 好 虽然风雨正正呢 其实很多台湾人 可能已经很习惯现象的状况 但是很多的观光客 他们没有经历过 像我在台北市中心观察 你看到很多的观光客 他们今天出来晚 他们没想到看到台风 很多人都特别还拍照啊 或者是拍影片 他们要说纪念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过台风天 来听一下这位马来西亚游客 他是怎么说的 就难得啊 反正今天也不懂在干嘛 所以出来拍一下 然后就体验一下 把那个大风大雨的感觉 好 可以听到 刚刚这位马来西亚观光客 他说呢 在马来西亚 他没有遇过台风 所以他特别要做个纪念 事实上呢 其实你会感受到北市中心这里 现在风雨其实确实也越来越强 当然可能因为高楼的关系 但是其实你会感受到 除了东台湾之外 北部地区其实也感受到风雨 好 其实呢 还有一个现象 因为今天很多的观光客呢 他们原本来台湾玩 可能像是要去故宫 要去酒奔 但是台湾人都知道 今天放台风下 但是观光客 他们可能本来就有激烈的行程 没想到今天遇到台风 行人通通打乱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观光客呢 可能目前都在饭店门口驻足 或者是取消行程回到饭店 提醒大家 入夜之后 风雨一定会更加的强劲 大家还是特别留意 好 观众 康瑞台风现在呢 是马上的已经要来逼近台湾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整个微微环流 对于北海岸的影响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野柳的隧道口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根本就身在暴风圈当中 这个雨势真的很大 我的眼睛已经要张不开了 还有呢 这个风势气也非常非常大 我们好几度都要站不稳了 其实已经来到了11级阵风 甚至你看到地板 已经有这个轮胎 就已经吹到这边了 而且其实呢 现场这边呢 所有的很多的这个掉落物 包括树枝等等的 那么其实你看到呢 隧道内这个风势 真的一阵一阵 看起来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甚至呢 说里头 其实有一些电缆都已经飘出来了 那么你看到呢 其实这边呢 在野柳隧道口这边起出来 真的是非常暴风圈的一个场景 而且连旁过旁边的这个邻居 他们都说 哇 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这么久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 像暴风圈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来到这边发现 其实这个风雨 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呢 随着时间的推进 其实在北海岸这边 尤其在新北野柳 其实也吹起了十一级阵风 那么其实越晚呢 这个风势 雨势 一定是会越来越大 而且甚至你看到呢 其实在野柳隧道旁边的山壁 其实呢 上头的这个小溪水呢 也都已经这样慢慢的流下来 所以也感受得到呢 其实你看到隧道里头 这个风雨都已经吹起来了 其实这个状况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甚至也感受得到 康瑞台风声的不断的赛逼劲 而且对于新北野柳 也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风势 还有雨势 以上下最新一碗